以及甲上腺疾病引起的眼球突出的治疗 甲上腺肿是我们临床常见病 这个多一女性为主 这样的患者有个最上显著的特点 就脾气比较大 所以也是肝这问题 所以我们常用的血组 这个赖金雄医师有一套血组叫三反血 三反血也叫上反血 还叫温柔血 为什么呢 因为甲上腺抗健的患者 甲上腺肿总大 这样的患者脾气都比较暴躁 针刺三反血半个月以上 会让它暴躁的脾气变得温柔 所以又成温柔血 所以很好用 在哪 我们小腿内侧 下三黄脾经线就叫线 这个内怀尖直上齐寸 直上齐寸 贴着这个颈骨边上这块 这是我们的地黄穴 这是地黄穴 地黄穴上三寸 三寸就是一掌 对吧 上三寸 以及下三寸 这就是三反穴的三个穴位 我们都用这个两寸左右的针 扎一寸多 顺着这个颈骨 颈骨这个内缘 贴着颈骨扎 这三针扎下去 一般针刺半个月以后 换得这个暴躁的脾气就缓解 当然甲线如果有甲线肿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啥呢 除了用三反穴以外 用竹三虫穴 这个不管是甲线肿 是向内涨向外涨 用竹三虫解有效 竹三虫 第一个一虫穴 在外怀尖直上三寸 就是我们十字经的掘骨穴 这一针呢 我们正好扎在肥骨的前缘 如果扎的对的话 会顺利的扎过肥骨与颈骨之间的缘 能扎到两寸以上 三虫一直上两寸 三虫二 再直上两寸三虫三 都是用两寸针直刺 贴着肥骨上边 向内扎就可以了 这个是治疗甲线肿常用的穴位 另外一组穴位呢 就是咱腿上的 竹五斤竹千斤月 这个竹五斤竹千斤 竹五斤在外怀尖直上 五寸 竹千斤在外怀尖直上七寸 距这个颈骨两寸远 这就比较好找了 一个五斤穴 一个千斤穴 五斤千斤穴对喉咙段的疾病 内外侧的疾病都有效 包括喉咙内侧的肌肉 喉咙外侧的肿瘤 都有效果 因为它在它这个位置 与这个竹三虫 二虫穴和三虫穴比较接近 又与十字经的风龙穴比较接近 所以有化痰驱风之效 所以这个治疗喉咙段的疾病 尤其甲胺这种有效 所以我们临床能用的穴位 一个是三反穴 一个竹三虫 再有一个竹五斤竹千斤 五斤千斤 另外一组穴位 就是竹四马穴 竹四马穴 治疗这个甲胺腺抗尽 眼球突出的患者 连续扎半个月以上 可以使眼球突出缩回去 眼球恢复正常 四马穴在哪 先找这个风刺穴 风刺穴就是我们立正 中指尖所处的大腿的位置上 外侧胆经线上这个位置 是风刺 风刺穴前开三寸五 三寸五呢 它这个腿上的风刺穴 我这个前面我画过直到 在这儿 风刺穴前开三寸五 正好是与膝盖外圆 画一条直线 正好在位阶线上 在这条直线上 这条直线呢 与风刺穴向前开的焦点 这位置就是四马中穴 下两寸四马二穴 再上两寸四马三穴 所以这三针呢 也是用一寸 用两寸针扎 一寸到一寸半 治疗这个 这个甲烯腺 机能抗净之后 眼球突出的坏者 效果非常满意 扎半个月以后 基本的样眼球突出 说回 所以一般懂证 留证的是四十五分钟一次 每周扎五天 休两天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